終職一週回顧又來囉 上週終職的精彩比賽話題滿到滿出來了 讓我們趕緊開啟回顧列車吧 終職最高新投手 富邦漢將江紹慶跟衛泉龍隊的王威中 6000萬對決終於在6月23號首度上演 雖說賽前都說好平常新對決 但江紹慶在比賽一開始就沉不太出氣 一局下率先被郭天信敲出安打 又連續兩個四海球保送 而面對到極力擊倒拱冠第一球 就被轟出全力打大牆 這也是極力擊倒生涯敲出的第二發滿罐炮 隨後第八棒的林孝成再敲三壘安打攻下分數 開局慘烈的狀況就只好坐等隊友分數援護 雖說五局上富邦靠著三隻串壘安打攻下兩分 但江紹慶的球又再度出現狀況 五局的先發出賽一口氣掉了八分 一樣該場比賽的勝負早早就毫無懸念 魏成龍最終是以8比2指貸富邦漢將 焦點再度放在魏成龍身上 6月14號龍隊做客樂天桃園 雙方低比分來到九局上半 劉基隆關鍵的一發Solo Brown 幫助龍隊將比賽變成2比2平手 也讓該場比賽進入到延長加賽 並且一路打到十二局 倒著林置身的四十一擊 將比數取得了一分超前 最後交給王宇浦關門成功 也讓從去年賽季的最後 就再也沒贏過樂天的衛雪龍隊 終於是止住了跨際對樂天的九龍敗戰 雖然隔天兩隊交手龍隊再度吞敗 但劉基隆單場雙翔爆的演出 也是龍隊在重回終職後的首度雙翔 而除了打者之外 投手王宇浦在今年賽季的表現 也是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尤其在延長賽時兩局無失分的表現 也讓他拿到了本賽季的首場勝投 今年賽季的投手防禦率贏來了 終職七年生涯最低的1.23 專隊後的重獲新生在今年戰棒耀眼光芒 連兩天被打11分 我想這是每一支球隊都不樂見的事情 但是同一師隊在上週被兩支球隊連兩天打下11分 6月22號先是被樂天桃園在第二局攻得3分 取得領先的樂天得理不勞人 在八局下半一口氣灌了6分進場 安打是一支接著一支滿天飛舞 隔天面對到中信兄弟 雖說第一局就率先得分 但兄弟馬上在一局下半逃了3分回來 隨後慢慢的在比賽中後半段蚕食鯨吞 陳子豪甚至在第八局敲出了生涯 第二支代打全雷打錦上添花 而同一在第一局得分之後 就再也沒有攻下分數 最後大比分輸給了中信兄弟 而同一並沒有坐以待斃 在休息兩天之後展開復仇 做客到樂天桃園的比賽 345局接連攻下分數 甚至在6局上半一口氣敲出8支安打冠進7分 也是本賽季首次單局8安打 雖然樂天有在比賽後半段開始掙扎 但最終是由統一13比5來擊敗樂天 這場比賽統一單場敲出20支安打 成為了本賽季最多之外 陣中老將高國慶更是敲出單場4支安打的表現 也讓他在43歲又263天的年齡之下 成為了聯盟史上最年長單場4安打的野手 超越了林仲秋在2001年以42歲又211天 達成了單場4安的紀錄 希望高國慶繼續打下去達到68歲吧